法国女朋友约会前的准备 跟法国女朋友约会千万别准时啊 约好了十点出发的啊 她还在慢悠悠的想到底穿哪件衣服 她最近又收集了很多古着 家里的蚝柜子塞的满满的 这个纠结啊 看哪件都好看 这像不像每个准备要出门的奶们 特别是有选择困难症的姊妹们 纠结完衣服还得想今天用哪个香水合适 这两个月正在用这几款小众的香水品牌 据她说跟今天天气最契合的就是这款 好吧 咱也不知道为啥咱也没多问女人嘛 那懂呢 接下来就开始化妆了 先来个简单的护肤 眼霜面霜这些 然后是防晒霜打个底 这个一丝丁的防晒不油不白 涂在脸上很滋润又好上妆 接下来是没有一点颜色的BB霜 再加上一点遮瑕膏 花时间最长的部分是眼线 因为她化的是内眼线 所以这个姿势要保持住啊 然后从这一袋子和一杯子唇膏里面 挑出符合今天心情的 怎么样法式透明妆容的精髓 能盖它到没有 最后喷上定妆穿上香水才算齐活 法国这边跟朋友约会的潜规则 是说好了十点 你十一点倒是很正常的 晚两小时不叫晚 因为你会发现她也才刚刚准备好 能要是不相信 先从晚半个小时开始 你会发现法国朋友会抱怨你 到的太早了 看完了别忘了点赞啊 多谢 好 好 好